其他的替代方案來提供老人家長者的服務 我甚至在社區 更重要的是說 他在整個社區的服務分成ABC三級 A級就是說用整合型的一個社區整合一個照護中心 B級的話就是用所謂的複合型的日照中心 C級的話就是巷弄的一個長照展 那我想這樣的一個德政需要藉由我們所有的民眾 都能夠知道說政府有更好的一個資源 他是希望能夠整合整個社區的一個資源 讓所有的資源都能夠互相的流用 好 那長照2.0的一個理念很重要的 一定是按照這個人以他的最大的一個需求 跟對他最好的一個方式來思考 那希望他能夠在他熟悉的社區裡面 來在地老化 所以當然以社區為基礎 怎麼樣能夠行接社區 建構好社區這些連續性的照顧 才有辦法真正達到在地老化的一些相關的觀念 那這次是由我們這個社區健康部 我們切副志愛基金會 還有我們這個出院準備小組聯合舉辦 那我想我們的社區健康部在民國64年成立之後 就致力於把醫院的這些功能跟自由帶到社區 讓我們的這個預防跟治療 做很好的解禮 那我們的切副志愛基金會更是不簡單 那深耕我們整個彰化繩的一個長照 還有私製的服務 也是我們彰化繩第一家這個 這個A級的這個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 我想他得到非常多的肯定跟獎項 那看起來已經夠我們出院準備副小組 我們已經把它讓我們的出院患者跟長照 是連接的時間說到最好 所以我想這個真正做到無縫的接軌 其實我們六家的分院還有我們總院 加上邱子愛基金會 事實上我們這個是形成的一個叫做 今天的主題有愛無愛在地安的一個長照 那我想這也是我們基督教醫院的一個使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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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